热点时评 欲文世界 习近平四面树敌 为什么党内反对派对他奈何不得 作者 邓玉文 播讲 夏秋年 本文选自美国之音中文网 作者 邓玉文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 曾在中国做过记者 现居美国 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下面是这篇评论的证文 观察中共政治需要拨开表象 查其实质 有一个现象似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就是习近平明明得罪了很多人 可他的权力好像闻思不动 但很多人只凭前面一点 就认定他迟早要被党内政敌掀翻桌子下台 在中共的几代领导人中 论得罪的人之多 恐怕都超不过习 毛在他的一生中也有很多政敌 如伯古 张国焘 张文天 王明 刘少奇 林彪等 但这些政敌不是在一个时间段出现的 而是跨度几十年 出在不同阶段 且同时还有坚强盟友 如张文天 刘少奇 林彪 都曾在不同时期是毛的同盟 习没有毛这么明确的政敌 然而他上台十年 特别是后五年 几乎把中国整个精英阶层都得罪光了 按照经典政治学以及政治常识来看 这是匪夷所思的 因为这种状况 不要说在台上待十年 能够撑二三年都不容易 放在任一国家 怕是早被赶下台 可惜不但平稳度过十年 而且马上要三连任 在人类政治史上 确实很独特 对此现象 很多人私下议论过 然而公开的认真的探讨 寥寥无几 可我们又不能无视他 他还关系到另一更深层次的问题 及习的权力崛起之谜 对于一个毫无战功 且在上台之初有些唯唯诺诺 元老们都认为好摆平 没有自己的班底和权力基础的领导人 为什么在短短两三年内 权力迅速膨胀 五年时间把自己的思想写进党纲 成为指导思想 这里当然有权谋手腕的因素 但仅仅用权谋是解释不清的 中共的第一代领袖毛和第二代领袖邓 都是在枪林弹雨中打过来的 是先有对党的赫赫功绩和巨大威望 后才坐上宝座的 可习遵循的不是这个模式 对这个问题暂存而不论 我想指出的是 习在权力崛起的过程中 得罪的人越来越多 当他完成了集权过程 达到权力顶峰时 该得罪的也都得罪了 环顾整个精英阶层 包括他所属的 本来应该成为他的权力基础和有力支持者的太子党 也找不到人不骂他 某种程度上 骂习已经成了精英阶层的共同心声 可以把习的反对力量不精确地分成三个层面 十一个群体 他们是党内的改开派 元老及其所代表的派系 红二代 反腐运动中落马的高官 社会的以公之为代表的普世派和维权律师为代表的维权群体 私人企业家群体 受打击的基督教 极左毛派 以及海外的民运 各种反中势力和法轮功 我称为十一路反习大军 他们尤其前面六路大军基本囊括了中国的官产学精英阶层 事后来看 习四面树敌是他的必然宿命 因为他的集权不是建立在现有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基础上的 而是一种逆向操作 打碎现有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 及在改革中形成的官产学的铁三角的精英联盟 习的有限集权或许是这个精英联盟乐见的 但从集权到集权 超过了他们容忍的界限 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遭他们的反对几乎是必然 原因在于 习的集权是以破坏这个铁三角的利益为代价的 但他打碎了旧的精英联盟 却未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精英联盟 或者 这个新的官产学的铁三角的精英联盟尚在酝酿中 还未成形 按照常识 这就给了这个铁三角联盟推翻习政权的一个机会 因为从上述十一路反习大军的力量看 他要远远超过习和他的小圈子势力的 尽管名义上习握有党的合法性 这也是一些严肃学者何以相信中南海发生政变的原因 党内力量对比有利于反习 怎么可以容忍他胡来而不去推翻他 然而 事情的诡调正出在这里 有力量反习 却反被他压制 是习真的太厉害 还是反对者太无能 这就需要我们去剖析原因 我在上期专栏文指出 中南海游戏规则早已改变 但政变谣传者的思维仍停留在以前 已经点出了部分原因 习通过所谓的法治建设和政治建设 把自己的意志变成了国家法律和党的规矩 这让他的党内反对者在其反念时非常忌惮 因为习可以合法地以党的名义借助党和国家的专政工具打击政敌 习控制了党内关键的组织 人事 宣传 政法 军队等部门权力 也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大权 以及重要地方的党内权力 这些部门和省份的一把手职位都掌握在他的亲信手上 他们拱卫着习 在这个党内权力结构下 政治反对派很难有什么作为 不仅如此 习还充分发挥和运用现代监控手段对付他的党内同僚 他把高科技和大数据的监控功能运用到极致 大大提高了监控政治反对派的成效 让后者的联合和集结变得更为困难 尽管没有明文规定 但今天北京的高官基本上不敢串门 不论退休还是在任 串门视为党的纪律不允许 因为有密谋反习的嫌疑 有胆敢串门者 后面还有秘密警察和大数据在盯着 这种情况下 对官员们来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必去触碰习定下的政治红线 免得惹他不高兴 对社会的反对派 虽然不像对高官一样 有党内纪律和规矩的约束 但高科技和大数据的监控一个也少不了 同时 对他们祭出更严厉的专政工具 故反习大军虽多 然而难以形成合力 容易被习各个击破 成不了气候 只能放一些小道消息 恶心恶心他 过去十年 除了党内极个别以及社会上少量的勇敢者挺身而出 他们基本上是孤军反习 最多是一个小团体 明智之人都在习的规矩和监控面前乖乖就范 在反习这点上 他的党内政敌还有一个顾虑 即怕造成党的不团结和分裂 像党内几个有力量的反对派 改开派 红二代 元老阶层 他们及其家族是政权的既得利益者 享受着各种特权 虽然他们不喜欢习 但在保党这一点上指向一致 过往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告诉他们 要反对党的主要领导人振动太大 对党是严重伤害 甚至有可能造成党的分裂 而如果党出问题 他们的利益也难保 所以这个顾虑让他们自负手脚 不敢放手去反 另一方面 尽管习的反对者众多 然而并不表示习就没有盟友和支持者 党的干部队伍里 除其亲信外 那些想上位和已经被习提拔的官员 都是习的支持者 中下层官员和底层民众里 也都有习的支持者 此外 部分持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立场的中产阶级 左派学者以及军队中的中低阶军官 都是习的广义的盟友 他们在关键的时候是习可以动用的力量 上面这些因素没提到反腐 鉴于中共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腐败嫌疑 只要习举起反腐闸刀 就会吓得政敌们不敢作声 最后 要强调的一点是 在中共的干部队伍里 不敢讲铁尖单道义的官员完全没有 但肯定是极少数 绝大多数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面对习的倒行逆施 明知这样做对中共对中国乃至对他们个人都有危害 但只能选择明哲保身 甚至在要求他们举手拥袭时也会跟着举手 这当然不能怪罪他们 人骨子里是由自私的基因支配着的 何况还在中共这个将纲文化里被污染了那么久 并面临着高压的政治恐怖气氛 因此 除非突变已经发生 否则对他们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 今天 习近平的极权是人类史上一种新式极权 在这种新极权所有的特征暴露出了前 党内反对派显得某种程度的软弱和茫然无措 不让人意外 全文完